這個故事是我朋友的親身經歷 他叫姓盧 是一個香港很有名的設計師 雖然他是一個設計師 外表很死杜麻岸然 但他都喜歡打骨 而香港99.9%以上的打骨場 其實都行45度骨 有時候去打骨 都最擁之而不在酒 有時候姓盧的設計師 他很喜歡去銅鑼灣 近維多利亞公園 沒有多遠的間 在摩頓台的腳腳場 去享受一下書展跟骨 特別是大腿筋 他又說了一個鬼故事給我聽 絕對是真人真事 為什麼呢 他打完45度骨 很輕鬆之下 技師不小心告訴他 話說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句說話 叫做 夜半下骨牆 遇到摩除糧 這個說話沒有 沒有人差不多近凌晨的時間 就要下去打骨 之前爆了鐘 紅牌 漂亮得爆 手勢好 功夫好的 技師 一早下班 兩點三點鐘 都可以暑 要不要跟他捱到近天光 我姓盧的設計師朋友 設計師的品味比較奇特 就記錄了這個技師 不是太多人記錄了 到差不多凌晨 完事之後 姓盧設計師就先走了 下次再去光顧 這個相熟設計師就告訴他 有個故事 原來話說 盧盧設計師 走了之後 差不多四點多 這個技師 姑且叫他做 阿冰冰 阿冰冰 就臨執拾好房間 就準備走了 那知道為什麼要執拾房間 任何的技師 如果不執拾清楚的戰場 就走路 就罰錢 通常都很自覺性的技師 就去執拾乾淨的骨槌 然後就走 當他執拾房間的時候 他是很清楚聽到 後來尾房 是有個技師走進去 從背影一看 是他知道他一個 都不太熟 但見面有點頭的同事 姑且又叫小燕 就見到小燕 就走進尾房 他就覺得 這麼晚都由中開 收打樣子 老朋友 怎麼這麼晚都還有 就不理 繼續執拾 沒多久 他就走 他就聽到 旁邊的房間 就有些 大箭的廝殺聲 咦咦咦咦咦 哇 怎麼搞錯 這麼快 這麼猴琴 進去不夠分幾鐘 叫到擦天 他還在笑 他就走 最後還隱隱葛葛 就有個尾房 小燕進去的房間 還好像有些燈光火雀 那樣的感覺 他又不理 就見到 山上毛巾 真的閃了 他就經過 臨走 就跟經理說 哎呀 什麼哥 我走了 明天見 然後臨後 就說多一句 哇 怎麼小燕這麼望長 還有客人 這樣 那經理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不是 你見到誰 就是小燕 小燕 沒有事吧 我經理就告訴他 小燕前一陣子撞車 走了 那 阿冰冰嚇到腳都軟了 他說 我還見到他進了房間 叫擦天的聲音 還蓋上毛巾 那我經理就馬上 那我經理就馬上拿去 拿去他的房間 看看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去他的房間 黑鬼抹抹 那個玻璃窗 那一堂毛巾 哪有啊 裡面空蕩蕩 一張皮床 有個洞的床 有鬼人影嗎 那我冰冰就嚇到 馬上乾水 拿拿拿拿拿 有怪忘怪啊 小燕 哎呀 為何時運高撞到你啊 你有什麼事 要我幫你手啊 那第二天 立即跟我經理 就燒這些東西給小燕 那這個呢 故事呢 就是那個技師 告訴我姓盧的設計師 那天呢 他聽完之後呢 他好像ABC餐都沒有吃到 嚇到狗都縮 以後都不再光顧 謝謝 謝謝